音乐是听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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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把溜汗夹起来 然后带你先进 今天是用多彩的 它是日庖 然後呢黏雙眼皮 今天是用3M的 我都會直接先剪一道長方形 然後把兩邊的腳剪掉 像這樣子貼在眼皮上方 先壓一下 因為3M比較厚 所以它可以把我的厚眼皮黏起來 如果你們也是那種眼皮比較胖的女生 也可以試一下這種方法 用3M厚的寬版膠帶透明的 另外一邊往下面貼 貼一下好 一樣剪一個長方形 然後再把腳剪掉 像這樣子 像我這邊尾巴就比較胖 有沒有 眼皮比較泡啊 這樣就獲得一雙大的雙眼皮 然後呢 先用遮瑕膏 把它盡量是遮在黑眼圈的就好了 手指是落在這個黑眼圈的這個範圍 不要太靠下眼睛的部分 然後鼻影的部分 我是覺得不用再遮上去 因為它就是當作自然的鼻影 就暈一點點而已 就暈一點點而已 然後這個鼻沾一點點 在手上調一下 我把一些痣啊 斑啊 點一點 然後你要刷子沒有刷痕的方式 你可以讓刷子是濕的 倒一點點化妝水 然後把刷子沾濕 其實SK2它上面有一個凹凹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把它倒在上面 倒一點就好了 直接在上面沾那個鼻刷的部分 這樣它就可以把遮瑕刷的沒有痕跡 就有點像是在畫水彩的感覺 那因為這是那種 約會妝所以不要 不用畫的太厚 輕輕的包擦就好了 然後呢一樣 護唇膏 先厚敷 按摩一下軟化一下腳趾 然後現在剛剛遮瑕完嘛 現在上這個 潤色的 試底 它擠出來是像這樣子的 有一點點綠綠的 主要是可以調整整個膚色 主要是可以調整整個膚色 還有毛孔粗大的地方 接下來這個 Shiseido的粉底液 也是很簡約的兩滴就好了 也是一樣 點在毛孔粗大的地方 就5點就好了 1 2 3 4 5 1 2 3 4 5 人中也來一點 然後就壓一壓 把它按壓均勻 比一兩側 修一點塞好了 這個 畫這邊 這樣是速度 這邊也是 鼻頭就畫一個小V 顴骨的地方 正臉看鏡頭 嘴角 連到顴骨的地方 這條線 嘴角 連到顴骨的地方 這條線 下巴 它盡量是跟嘴巴 是平行的 如果你畫直的話 就會變成木偶紋 這條線 我們用手指把它點開 就在這個修容膏的周邊把它點開就好了 不用把它抹得太散 就在原地的點開 鼻骨也是 原地的點開 鼻頭也是 鼻頭也是 我覺得我可以先修一下眉毛 眉毛這邊比較高 然後下我們的眼影 這個 今天會用這個顏色 中間這個顏色 眼影刷了 糟糕 不然用這個好了 可是這不是啊 好煩耶 好我們用手 好我們用手好了 點眼皮的中間 像因為我是眼皮拋的那種 所以是習慣把深色的地方放在眼睛的中間 它才不會更拋 接下來上面這一塊 看眼睛這樣 看眼睛這樣 就以畫圈的方式 再眼球勻開 然後再一點點紫色 它有點紫紅色 也是一樣 眼球中間的地方 眼球中間的地方 它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然後呢 下眼線 下眼線也是一樣 也是 最淺的 比較大面積的 少在我們的臥蠶 笑起來臥蠶這個地方 接下來是這個顏色 掃在紅孔面這個位置 往左右延伸一點點就好 可以帶一點點微笑 接下來也是一樣 深色的 有一點酒紅色 瞳孔的下面靠眼睛的地方 輕輕的掃 然後沒有紋眼線的啊 就現在可以畫眼線 但是我已經紋好了 這個步驟就省去了 假睫毛 我今天的假睫毛呢 用這個 然後我用的是這個睫毛膠 我這次用的睫毛是很仿真的 就很細的 所以我不用擦睫毛膏也沒關係 其實主要是因為懶得卸妝 因為我覺得卸妝 要卸睫毛膏真的很麻煩 而且卸睫毛膏很容易 拉扯到眼皮 所以接下來上腮紅 就是用這個 帶一點珊瑚色的 笑起來 蘋果肌的地方 原地畫圈 是故意下手重一點 然後你再用氣墊粉餅 蓋一層在上面 它就會有一種 你白裡透紅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嘴唇啦 把剛剛的護唇膏先擦掉 然後我們來上這個 它其實是塞紅棒 有時候我會拿用眼皮或是嘴唇 因為今天是粉嫩約會妝 然後用這個 然後用這個 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偏橘紅 熟番茄的顏色 用一點點 漸層 咬唇妝的感覺 輕輕的掃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呢 用手指把它點開 塵唇啊 記得一個動作就是把它抿掉 再蓋一點點 然後我們用唇蜜 我忘記打量 打量呢就是 用這個奶油筋 打在鼻頭 鼻樑 三根 人中 人中很重要 下巴 蘋果肌 好 現在我們來弄一下頭髮 今天用的是小夾子 我今天是分這樣子 這邊先把它夾起來 好啦 今天的約會妝完成 完成